舰载机飞行员从高空俯瞰航母这个庞然大物时 就如同我们看蚂蚁一样渺小 当他们驾驶20多吨的舰载机 以两三百公里的时速降落时 航母上的有效着陆区域却只有几十米长 一不留神就会击毁人亡 也正因如此 舰载机着陆的那一刻 被飞行员形象的称为可控飞行撞地 而当舰载机成功着陆 但又冲出跑道趋势时 一条看似普通的钢丝绳 却能成功将舰载机停下来 这种钢丝绳被称为拦阻锁 那这条看似普通的钢丝绳 在舰载机着舰时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而且在航母上 少说也有三四根这样的拦阻锁 飞行员选哪条才合适 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 以及与福特号的电磁拦阻锁相比 又有哪些区别 拦阻锁是现在航母的标配装置 作用就是将时速200多公里的舰载机 在极短的时间内减速到零 并且能够稳稳地停在航母甲板上 而舰载机的捉舰非常讲究 考验的就是飞行员的操作技巧 和航母拦阻系统 舰载机高速在斜角甲板上捉舰时 必须要通过勾挂拦阻锁 在2-3秒内减速至静止状态 因此在整个起降过程中 飞行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校准航向 掌握速度 纠正偏差等一系列复杂判断的和精细操作 首先是校准航向 舰载机在下滑过程中会受到测风的影响 因此为了准确落在甲板上 飞行员就需要在下滑过程中 向迎风方向进行一个风的修正 然后在舰载机落地着剑时 飞行员需要再次进行方向修正 否则着剑方向就会偏 一不小心就会撞上待机区的飞机 其次是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在航母上降落 舰载机油门是不能减的 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转速 以防没勾住拦阻锁时 飞行员可以立马加油门进行复飞 最后就是着剑时 舰载机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下滑姿态 以确保尾钩能精准落在拦阻锁 那几米的范围之内 要是错过 舰载机就只能进行复飞 所以这就要求飞行员 对舰载机落地点的把握要非常精准 而在航母的拦阻系统中 我们能看到的大概也只有拦阻锁了 拦阻锁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根绳子那么简单 航母的拦阻装置是一个系统 有六大部分组成 而我们看到的拦阻锁可能连六分之一都不到 但光这六分之一的拦阻部分就能分为两种 一种是舰载机平常降落式用的拦阻锁 有三根四根甚至多根的设计 而另一种是拦阻网 这个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 只有当舰载机速度降不下来 会冲出甲板时 飞行员就会提前通知飞行控制中心 然后在两分钟之内 几十个甲板工作人员会拼命架起一张大网 把舰载机拦住 但是这网用一次也就废了 而整个拦阻工作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当舰载机即将降落时 首先会放下起落架和金翼 同时将装在舰载机上的尾钩放下 然后俯冲着键 它的尾钩要勾住拦阻锁才行 当尾钩勾住拦阻锁后 舰载机会继续向前滑跑 然后拦阻锁给飞机施加向后的作用力 使舰载机的速度越来越小 直到安全停留在甲板上 而在舰载机停止的瞬间 绳锁中存在的硬力 会使舰载机向后滑动很小一段位移 拦阻锁会自动从飞机的尾钩上脱落 失去拉力的拦阻锁 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为下一架飞机的降落做好准备 而这就是拦阻锁的复卫工作 航母不可能只降一架飞机 下一架飞机来了 拦阻锁瘫了 那可不行 哦对了 大家也别忘了舰载机这几十吨的东西 在十几秒内跨一下就下来了 对飞行员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据美军资料显示 舰载机飞行员因频繁起降 导致颈痛伤发生率极高 美军太平洋舰队F-118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74%都有颈部损伤 此外 舰载机每次起降 还会给飞行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资料显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舰载机飞行员 在每次起降作业时 心率和肌肉紧张度均明显高于平时 有时心率甚至达到每分钟200次 心理紧张程度不亚于空站或者特计飞行 因此拦阻锁在减速过程中的拉力调节是有讲究的 拉力小了拉不住舰载机 拉力大了飞行员可能会因此受伤 所以正常情况下 只要勾住了拦阻锁 飞行员就要准备好承受巨大的压力 而如果没有勾住 塔台也会第一时间通知飞行员 飞行员就会立刻推油门进行复飞 这对飞行员的瞬间反应要求很高 如果反应慢了 舰载机很可能一头掉进海里 比如2003年9月11日 一架FA-18大黄蜂战机出航归来 准备在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降落 当引导员发出降落信号后 F-18飞行员将机头对准跑到中线 俯冲而下 然而由于飞机着剑速度过快 在大黄蜂接触到华盛顿号拦阻锁的瞬间 拦阻锁突然断裂 F-18静止冲向大海 F-18上的两名飞行员 立刻按下了机载弹射装置 才得以跳伞侥幸逃生 可见这种瞬间的反应判断 对飞行员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那像刚才这样 拦阻锁突然断了 飞行员还能选后一根吗 或者说航母上好像有三四道拦阻锁 飞行员到底勾住哪一根才算最安全呢 其实选哪根拦阻锁 完全就是凭借飞行员的经验目测决定的 一般都是勾住哪根算哪根 但在拦阻锁的设计要求中 第一根属于备用拦阻锁 预防的是舰载机过早或过近的拙舰 而第二第三根属于最常用的拦阻锁 飞行员如果能将拙舰点 安排在第一第二根中间 去勾第二根拦阻锁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若是勾住第三根 同样可以接受 但要是勾到第四根 那只能说明该飞行员的水平不到佳 还要练 像美国舰载机降落时 他们无飞行任务的飞行员 就会站在甲板边上 拿一个小本本 去记录谁降下来的姿态怎么样 勾住了哪根拦阻锁 然后打个分 等回到准备事后 就要做一个简报 告诉大家今天谁谁谁降落的怎么样 而且这事儿 所有飞行员都要轮流去做 去看看别人都会犯什么错误 积累经验 另外 由于勾住哪根拦阻锁 全凭经验和目测 因此白天和黑夜 成功勾住拦阻锁的概率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白天 一个中队差不多有六成的飞行员 能够勾住第二或第三根拦阻锁 剩下两成会勾住第一根或第四根 最后两成是勾不住要进行复飞 而到了夜间 难度就会变得更大 勾不住复飞的概率 美国大概在12%到15% 而且飞行员也不是想复飞就可以复飞的 还需要考虑还剩多少燃油 像是刚打完仗回来极限返航时 燃油肯定不多 自然就无法进行复飞 所以对飞行员来说 拦阻锁不是能被选择的 是凭借目测经验 以及现实情况决定的 那拦阻锁有什么可以提升的方面吗 这自然是有的 像是刚才说 拉力大小问题 如果拦阻锁能够精准的自动识别 拉力是否合适 或是能够感应到 你拦阻的是什么型号的飞机 就能最大限度保障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比如拙箭的是一架轻型无人机 一勾住拦阻锁 就知道是什么型号 就能将拉力调节到合适的大小 而如果能感应到 舰载机所处的状态 是滑行还是停止状态 就能够快速松开拦阻锁 进行自动脱钩复位 为下一架舰载机降落做准备 能极大提高舰载机的起降效率 增加航母的战斗能力 而如果没有拦阻锁 拦阻系统 虽不会产生拦阻方面的安全问题 但舰载机的种类就没得选择 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采用华月甲板 无法起降大型的固定翼预警机 只能继续选用摇式战机和F35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机 而且无论是摇式战机 还是F35B 选择垂直起降或短距起飞 舰载机的载油载弹量航程 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其作战时间 作战半径都会大打折扣 航母的战斗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所以 拦阻锁才是航母战斗的核心 而现今 美国作为世界上拥有航母最多的国家 明知道拦阻锁的重要性 但他们却做了一个另类的举动 那便是将福特号的拦阻锁 由以往的四根减少到了三根 一向严谨富裕的美海军 为何会如此做呢 这是否会影响到舰载机的安全着陆呢 福特级航母我们的老朋友了 其开创了诸多先进的设计方案 而采用了三根拦阻锁的布置方案就是其中之一 福特级比之前尼米兹级减少了一根 之所以选择减少拦阻锁 是因为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电磁拦阻系统 电磁拦阻系统不仅可以对整个捉舰过程进行更精密的程序化控制 极大提高了舰载机的捉舰精度 而且电磁拦阻系统还可以允许重量不同的飞机以随意的顺序进行降落 电磁拦阻锁真有这么神奇 与传统拦阻锁相比优势又在哪里呢 其实电磁拦阻锁与传统拦阻锁相比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我们知道电磁在弹射起飞方面 或者说是在电磁轨道炮方面 它的优势会是更大一些 但是拦阻锁不一样 拦阻锁它本身很少有用电的地方 也就脱钩进行复卫工作的那一段需要用电 可它本身又是一个发电机 当舰载机逐渐降下来的时候会向前冲 就给拦阻锁施加一个很大的力 然后通过电磁装置就可以发电了 但是这些产生的电却没地儿去 又不能并进这个军舰的电网 航母还得想办法消耗 既然如此吃力不讨好 那为什么还要搞电磁拦阻锁呢 电磁拦阻锁虽然与传统拦阻锁相比优势不是那么大 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维护和人力成本 我们知道美国航母在海面上 就相当于一个好几千人的大城市 而这些舰上的美国士兵可都是合同兵 不是义务兵 美国从越南战争以后就没有义务兵了 而美国的合同兵可是特别贵的 自然是能少一个是一个 所以对美国来说 如果能减少几十口的人在军舰上吃饭 那可真是省大钱了 其次是因为电磁拦阻装置比液压的要简单 因为液压这一套装置很麻烦 无论是从重量还是从结构的设置和拉力调节上都比较复杂 如果采用电磁方式 重量会减轻是肯定的 其次在调节拉力的时候也可能会简单得多 也就是说连续降落两架飞机 一架三五十吨的大飞机 一架十来吨的小飞机 用电磁拦阻锁 其对拉力的调节会更容易更简单 而且选用电磁的方式 很可能会让整套拦阻系统的可靠性提高 因为作为一个电磁运作系统运作的东西 既减小了人为的技术故障 又简化了维修 那它的可靠性和运转费用都能减少 这样一来 整个航母系统的工作寿命和工具的可靠性 都有可能延长 那航空母舰的战斗力自然会有所提升了 总体来说 美国选择电磁拦阻锁 是看中了它运转的可靠性 方便性 简化维护性等多方面的因素 采用电磁拦阻锁 实际上对于美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拦阻锁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只有真正掌握了这种技术 才能让舰载机安全着陆 航母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完全战斗力和威慑力的存在 好了 关于航母拦阻锁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